马来西亚女大神的爸爸14号晚间抵达台湾 透过媒体首度发声 我是马来西亚 我的女儿在这里遭殃 被杀 而且希望你们台湾政府能帮助我们 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我们马来西亚现在传道是很厉害很厉害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以前都 前早应该是去年有一个 也是到被害在这里 强调已经不是第一个马来西亚女留学生遭杀害 爸爸一边喊话一边战斗 他差不多要毕业了 到这里给人家被杀 就是我们讲不懂是谁对谁错 比如讲我们的法人讲 口动手动 手动就是错 杀人就是错 请台湾政府还我一个公道 好吗 谢谢 无法相信女儿独自来台湾就学 却遭认识不到一周的人痛下毒手 遇害的24岁蔡幸宇大生 警方在他脖子上发现明显军伤 毕业前三个月魂端异乡 他的父母阿姨及弟弟到会馆完成入住手续后 赶紧士林奔局制作笔录 预计15号将到殡仪馆处理后事 13号下午住在这社区的成姓男子服用过量的药物 还好他的家人是及时发现将他送医 只是他在救护车上呢 却自己坦诚他杀害了女友 而警方进一步调查 其实在12号傍晚的时候 他就进到了死者在士林的租屋处 隔天上午行凶后又逃回这边 黄一男子就是痛下杀手的陈姓嫌犯 翻案后还先买食物 才开车回到新北市的租屋处 警方调查30岁陈姓男子吴叶 独自从南投北漂 在新北市英哥租屋大约三个月 袁靖也在他家查扣三只手机 不排除其中也有死者的 但都设了密码将用科技侦办还原 这回家属接到二号用最快速度到台湾 除了要把宝贝女儿带回家外 也希望政府能够还他们一个公道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